圣经称之为被提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等待的 魔鬼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被提不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不要搞乱 耶稣说他第二次降临 是为以色列而来到 在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前 世界不会变得更加好 只会变得更差 但教会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光 更大的荣耀会在末日之前 临到教会 在那时耶稣会突然之间出现 圣经说 这个是叫做被提 就是主的同在 他会为他的教会而来到 他的脚不会落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座山上 七年之后就是第二次降临 他会在天上呼召我们 圣经用希腊文说 转眼之间 我们都会被改变 我们的身体会变成好像他一样 永远年轻健康强壮 永远再无死亡 我们就是这样永远与主同在